哈喽,大家早上好,我是莉莉,现在我在云南的瑞莉,今天我们换了一个驻车地,来到了一个公园,叫做弄莫湖公园,结果一过来看,哇,这简直是现实当中的房车展,以及床车展,大家看我身后,有很多的房车跟床车,不过房车跟床车,我发现这个床车,几乎是占了三分之二左右,三分之二,然后三分之一是房车,而且大多数都是西型房车, 我们接下来看一下,大家总说去哪里找露营地,这不就是露营地吗,大家可以看到,这边这个弄莫湖公园的停车场,它都是有专门划定的一个停车位的,目前的话应该是免费啊,所以会有很多的房车床车,他们都在这边去住车露营,往接下来去走一走转一转呀,你看这边四川的,四川的房车,还有这边这一辆,因为太晒了吧,估计, 所以他就拿这个遮光的布去挡住,挺好的,然后这边也会有不少的床车,一般来说到那边床车都是睡车上啊,车上空间比较大的话都是睡车上,如果空间不够的话,基本上就是搭个帐篷, 然后这个是住的帐篷嘛,另外那一个,大家看到没有,这个就是之前我跟大家说的,这个就是洗澡帐篷,它是可以折叠起来的,一折叠起来就是一个圆的,圆形的东西,就不占空间, 所以说大家总问,哎呀,Lily出去户外露营,然后这下游,洗澡的问题怎么解决,买一个,这个洗澡帐篷,再买一个热水壶,烧水,或者说买一个晒水袋,直接放地上,放地上,像现在这个太阳,这么炙热,晒一个上午就晒热了,一个晒水袋就有一桶水,就可以洗澡了,就挺好, 你看像这边,前面还有床车和房车,像这个房车好小啊,这种是什么啊,大通,还是什么,我不太懂啊,就什么,这种车我不太懂,反正就是,我觉得啊,就是比起B型房车来说,它这个又更小一些,那也挺好,像前面也有啊, 哇,看一下这边都有哪些人,哇,河北的,四川的,还有辽宁的,这边的车好多呀,各种各样的车牌,像这边的越野车,真棒,上海的,还有前面这边,鱼,重庆的,哇,真好,你看, 什么样的车其实都可以出来自驾游的,不一定非得要是那种成品的房车,要特别好,床车也可以,而且床车的话,只要你车子还可以,不会经常出问题,车子空间大,都可以出来自驾游,像大家都跑到瑞丽这边了,是为什么呢,过来感受一下炮火吗,有可能,我觉得大多数人的想法都是这样子的, 下面这边这一辆,这边这一辆应该也是房车,不过是比较小的,那种房车,我觉得要是我开的话,我应该能hold得住这一辆,是吧, 我开小车开习惯了,但是开大车也得要去适应,如果说我要买一辆大一点的车,也不会买太大,顶多,也就是比面包车大一丢丢而已, 看这边,这边这两个,一个是拖挂房车,一个是C型房车,这两家应该是凑一起,一起做饭,一起旅行,挺好的, 其实路上,你总说出发的时候没有伴,路上很容易遇到伴的,就聊得来的话,大家就可以说,哎呀,我一起结伴, 然后一起走同一条路线,大家就一起玩,挺好的,就这就结伴了呀,很简单,对不对, 你看像这边,这边这一辆车,哇,这是一辆皮卡耶,我喜欢,这辆皮卡真棒, 像这边这位皮卡的主人,旁边搭了一个帐篷,应该他就睡帐篷吧,因为至少睡帐篷可能可以伸展出来, 那个四肢,在车里面的话就可能憋屈一点,不过像他的空间也挺大,他后面应该也有一个床, 看这上面还有一块太阳能板,真棒,解决了用电问题, 用水问题怎么解决呢?旁边有公厕,应该是有水的,否则的话, 不会有这么多的房车床车都在这边住车露营,因为找露营地,一个是有水, 一个是厕所,一个就是有电,这三样东西解决,哎呀,其他都好说,真的, 所以说这边这个公厕应该挺干净,而且也有水,所以说他们都住宅在这里, 看这边都写着什么,这位朋友应该是做抖音啊,就是做自媒体这一块的, 电池安装维修太阳能,然后还有下面的一些东西,基本如此, 看这边,这边这辆C型房车还带了两辆自行车, 不过C型房车比起B型来说,没有那么好的,就是像它后面就打不开嘛, 像B型房车一打开就可以看风景,C型的话空间比较大, 但是相对来说视野也会比较受限一些,因为它特别大,你看它全封闭的, 看着旁边还会有一些人过来卖水果,都知道这边有很多床车, 所以都跑过来这边卖水果,好了,我们现在走回去再看看其他的, 哇,这一辆应该是越野房车吧,是吧,我之前看到网上的一些视频, 这个车型的,这个车头,然后加上这个车体, 不过我之前看到的那个越野房车是可以升顶的, 就是上面这一段它可以降下来,开车的时候可以降下来, 然后等到去到地方了再升顶,那是一辆升顶房车, 就感觉还可以,挺不错,不过这个应该不是升顶房车哦, 围着这个车子看了一圈,突然看了一下车牌, 北京的,北京的朋友过来的, 不过这个房车的主人是不是还没起床啊, 这个车门紧闭的,跟没人似的, 好了,现在慢慢走回去看一下其他的车, 应该像这一辆,这一辆是面包车, 这应该是拉货拉人的,拉货的, 这辆车应该之前也坐过,也可以坐旅行车, 像这车顶的行李架,后面座椅全部放平, OK,挺好的啊,这一辆,这一辆应该是五菱面包车, 嗯,还可以,不过看他的一个座位数啊, 何载七人,还行啊,何载七人的话, 在上高速的时候,国庆节免费的,是可以的, 如果超过七个人就不免费了, 像这边这个露营地停车位非常的充足, 然后会有一些朋友搭个帐篷直接占一个车位, 老实说这个行为不是很好,不太可取, 像有一些大型的车,像C型房车, 我之前在西藏拉萨的时候也有看到, 他去到那个露营地,他就占两个车位, 唉,老实说,看让人看着挺气愤的, 就是,总有一些老鼠屎,坏了一波粥, 这样子的话,有一些人啊,有一些地区, 他会看到这种行为就觉得, 哦,真的好坏哦, 然后原先一个免费的露营地, 他可能后面就收费了, 有一些人乱扔东西啊,乱扔垃圾啊, 都是各种各样的这些不文明的行为, 所以才导致现在这个旅游,露营环境, 就开始变得没这么好, 所以说,出来玩,大家还是要文明一些, 有数字一些,这样会比较好, 你看像这边, 有的车主人家的数字就比较高, 即使他的车很大,他也只占一个车位, 他不会说去占两个车位的, 停车也停得很规范, 嗯,然后不会往那边接线去停, 嗯,所以为这样的车主点赞, 好了,朋友们,这个露营地我们就逛的差不多了, 这个视频呢,就先简单的分享到这里, 希望大家今天吃好很好, 我们下一期视频见,拜拜, 拜拜,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